江澤民死後怕清算 江智成資產轉移海外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華爾街日報》2月22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博裕資本已將部分業務 從香港總部轉移至新加坡 公司的兩名聯合創辦人 亦已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辦事處是博裕在中國境外的第一個辦事處 消息人士說博裕轉移至新加坡 是為了避開中共黨內政治鬥爭中潛在的不利影響 江智成於2010年成立博裕資本 從成立一開始就亮出了江澤民的名頭 十年來博裕資本將江家擁有的政治關係 轉化為巨額的商業財富 據悉博裕資本的第一期籌資 2011年來自香港巨頭李嘉誠基金會 以及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 報道稱自2019年底 博裕開始向新加坡轉移資本 當時正值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運動 消息人士說與香港相比 新加坡為博裕提供了更遠的距離 令其免受北京當局的潛在審查 或不利行動影響 香港實業家袁弓宜曾透露 習近平打壓香港 最主要的目的 是與江澤民、曾慶紅 及上海幫搶奪前代子 袁弓宜說 江澤民在位期間 江派人馬曾慶紅 上海幫這班人 掌控了中國金融動物 整個廣東 香港都是江家的 他表示 現在中共黨內鬥得很激烈 元老們被習施壓 習則迫江派人馬將錢拿回來 他不惜對香港下重手 搞壞經濟 也要搶回金融權 現在94歲的江澤民 擔任了13年中共黨魁 習近平至2012年上台後 以反腐為名 清除了很多江澤民的人馬 但江一直潛藏在幕後 華日引述黨內人士的話說 隨著習近平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連邁的江澤民 影響力有所減弱 等江澤民去世後 可能會進一步 改變黨內的權力結構 令到他的家人和親信 更容易受到清洗 已有跡象顯示 習近平正在對江澤民派系施壓 近期 當局對馬雲和螞蟻集團的整肅 外界認為 習真正的用意 是敲打馬雲背後的江派實力 甚至不惜撕破面 叫停螞蟻集團上市 華日2月16日刊文稱 習近平叫停螞蟻集團上市的一個重要原因 是阻止那些與江澤民 和賈慶林相關的太子黨們 值得到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巨大利益 據一些知情官員和政府顧問透露 當局發現江澤民家族的薄餘資本 通過層層不透明的渠道 以迂迴的方式 成為螞蟻的早期投資者之一 習近平擔心螞蟻集團一旦上市 其龐大的金融架構 恐引發潛在的金融風險 2015年掌控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澤民派系 曾發動一場金融政變 試圖將習拉下台 之後習開始加強對金融系統的監管 而馬雲在去年10月的上海金融峰會上 公開批評金融監管部門 敢同習近平要求防範金融風險背道而馳 有評論人士說 習近平認為 與江派有千絲萬流聯繫的馬雲 對其有異心 因此下重手整肅馬雲 另外 知情人士透露 博裕的聯合始創人之一 董小夢最近獲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權 他於2019年11月 在新加坡成立一家叫博裕資本管理新加坡公司 並擔任首席執行官 另一位始創人兼CEO張子欣 也已經移居新加坡 公司公告顯示 張子欣和董小夢 都是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 張子欣持有新加坡工作簽證 知情人士稱董小夢已會五個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 討論在新加坡 設立博裕業務的事宜 該局是新加坡 負責吸引外國投資的政府機構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博裕也正在將部分香港業務 轉移到上海的分公司 現在江智成大部分時間都在上海 但目前尚不清楚 博裕會有多少業務 遷往新加坡或上海 習近平會見探閱工程人員 千億航天股 罕見大跌 習近平22日 接見探閱工程 上俄5號任務 參研參試人員代表 QK的是 當日兩家市值超過千億人民幣的公司 航發動力 和中航審非的股市 突然大跌 據中共黨媒報導 2月22日上午 習近平在北京大會堂 接見探閱工程 上俄5號任務 參研參試人員代表 並參觀月球樣品 和探閱工程成果展覽 肯定探閱工程 特別在上俄5號任務取得的成就 中共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 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活動 路透社說 習近平22日 會見中國探閱工程人員代表 強調不斷推進航天事業創新發展 當日 A股航天均公板塊 整體跟隨大盤下跌 兩家市值超過千億人民幣的公司 航發動力和中航審非 分別以-8.39 和-7.930 報道稱 因投資人憂心股票高估值 及政策收緊風險 中國戶心300指數 在上週足及紀錄高位後 22日戶心300指數 錯跌3.14% 創2020年7月24日以來 單日最大跌幅 收報5597.33點 戶中止跌1.45% 至3642.44點 創業版指數收跌4.47% 但黨媒和路透均沒有報導 千億航天股 罕見大跌的原因 公開報導顯示 過去一年多例 中共已發生多宗航天事故 而中共航天機構 也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中 1月14日 美國國防部公佈最新制裁名單 包括9加以半導體 航空航天為主的大陸企業 分別是小米 中國商飛 中微半導體 高雲半導體 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 大新華航空有限公司 中液與通科技 康羅技術 以及北京中關村發展投資中心 2月1日 中共的雙曲線1號 第二發文型商業運載火箭 在點火升空過程中出現異常 官方宣布發射任務失敗 2020年9月12日 中共發送吉林1號 高芬寧儀斯衛星 運載火箭在飛行中出現異常 導致發射失敗 7月10日 快舟11號運載火箭 在走船衛星發射中心 進行首次發射 火箭飛行出現異常 發射任務失利 6月16日 中共原計劃發射的 最後一火 第三代北斗3號早網衛星 也因長征3號月運火箭出現問題 任務被迫延後 發射時間待定 5月5日 長征5號運載火箭 在海南文昌發射 其搭載的貨物返回艙 試驗艙 及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 之後 未能按原計劃返回著陸牆 掉落西非海岸附近的大西洋 4月9日 中共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用長征3號月運載火箭 發射印度尼西亞 帕拉帕N1衛星失敗 火箭3級和衛星殘骸墜落 3月24日 由中共研發的委內瑞拉1號衛星 在太空突然失效 該衛星偏離軌道 並停止運行 3月16日晚 長征7號改中營運載火箭 在文昌航天發射場 實施首次飛行任務時 升空後 在飛行過程出現異常 發射任務失敗 中共運載火箭技術專家 早前曾罕見披露 中共航天發射 面臨著火箭衛星成本高 發射周期長 質量控制不穩定等諸多問題 好視十年研製的長征5號 被寄予了特別多的期待 由於發射失敗 帶來巨大的不利影響 對於中共航天事故頻繁的原因 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副研究員 軍事專家李政修對台媒說 中共火箭發展 都是依賴美國芯片 中美貿易戰爆發後 美國限制出口芯片到中國 因而影響了 中共軍事技術方面的發展 導致中共發射火箭失敗率急升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